首先歡迎這麼多記者朋友 或者說說現在的情況 到今天這一刻有571個個案 17個死亡 香港有兩個高度疑似的個案 澳門有兩個個案 其實去到今天 我們看到特區政府做的所有措施 都是慢半拍 做一半 以及是令我們十分之失望 在十月尾 一月初的時候 當武漢發生了一個武漢肺炎的時候 在立法會 民主派很多的議員 已經第一時間要求政府 作出相應的做法 包括要做一些健康申報表 車上或者列車的檢查 很可惜 政府一直都沒有回應 是直到昨天 有第一個個案的時候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直播 都是令我們失望的 陳肇事在搭的時候 連第二個個案 他都是蒙茶茶 不知道的 在這個個案 最令我們氣憤 就是顯示到特區政府的無能 大家都知道 專家 專家 學者 醫生 連自己政府都說 林鄭在說 第一個個案一定會來 結果就是第一個案 在前一天 九點幾晚上 將他送去醫院的時候 他的家人 是可以放他 出去尖沙咀的酒店 然後在昨天的十一點幾 上了一班航機 去了菲律賓馬尼拉 其實這些做法 實際上是失職的 香港號稱亞洲國際城市 是經過幾次疫症的影響 由禽流感 去到沙士 去到豬流感 我們的政府 是有全世界 可能是最多的經驗 去對付這些疫症 但是他們做出來 你看到陳肇始 陳漢儀 和醫管局的表現 可以說是不合格 甚至零雞包 我們是令到疫症 最緊密接觸的家人 可以在沒有政府的協助下 去到尖沙咀 影響酒店的人 酒店的員工 上了飛機 整班航機在風險之下 甚至去到菲律賓 這個是不能饒舌 這個新型的疫症 我們所知的資料 未必是全面 所以見到第二個疫症 是沒有發燒的跡象 甚至沒有雙峰咀的跡象 但是他自己是感覺不舒服 他去過武漢 初期醫護人員都走掉了 這一點我想有個補充 其實醫護人員是嚴格 是跟衛生防禦中心的指引去做 他們沒有超越了他們的要求 也沒有做少了 如果衛生防禦中心出一個指引 是不能夠涵蓋這些 沒有消或者低消的病人 我相信他要立刻 將他的指引去改變 去將這個新增 新發現的病毒的一個病徵 的特性顯示出來 我們見到武漢市政府 在早兩天已經出了聲 是說要停止他的旅客進去 或者不鼓勵他的旅客出來 但是政府在議員的再三催督之下 要求他停止直行的高鐵列車 政府都仍然不做 我們傳到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 今天十點鐘 武漢市就會封關 不過很遺憾 就是我們剛剛開這個記者會之前 都問了港鐵很多次 他說他只可以停售 香港去武漢班次的車票 但是他是沒有法止停到 在國內的高鐵列車 他官方的答覆就是 由於途徑武漢站的高鐵列車服務 是由內地鐵路單位營運 所以去到現時 是不是停駛武漢呢 仍然未確定 這個簡直是令我們震驚的 當我們看到武漢是爆到成這樣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港鐵 仍然是處於一個被動無知的狀態 連那個所謂停駛做不做 他都不知道 所以 你現在問政府 問港鐵 他說我不知道 如果他有車來就有 如果他沒有車來就沒有 這個簡直是令我們失笑的 另外一點 也是相當重要的 由於他這個病毒 傳染性是強 和潛伏期長 我們很擔心的 現在最新的消息就是武漢市人心惶惶 是有很多的武漢市的居民 根據一些網上的一些消息 和一些的片 是穩盡方法逃離武漢市 也都有一些國內的一些消息 就是如果有病 最好離開武漢離香港醫 我們是處於一個極之危險的情況 大家還記得03年沙士的時候 當時 在廣州的呼吸科教授 劉教授 就是離香港醫的 一個最 表表者 而他就是超級波菌者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們有第二個超級波菌者 是會在武漢 或者已經逃離了其他地方 他可以在上海 廣州 深圳 經任何一個渠道離香港 而是神不知鬼不覺 所以如果政府用這種 態度去面對疫症 對不起 我們這次是相當之慘烈的 因為明天就是長假期 年初一二三 是說數二十萬 上百萬的人次 是上落幾個邊境 海陸空邊境 如果我們的政府 繼續什麼都不做 我們是絕對對不起 對不住香港所有的市民 也都對不起 包括像菲律賓的一些無辜的國家 民主派議員 是有一個聯署信 我在這裡讀出的要求 然後我把時間交給我的同事 我們要求特區政府 將這個應變級別提升到緊急的級別 由特首負責防疫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已經有個案來到香港 其實根據以往的做法 是要提升到緊急的級別 而這個是重要的 我舉一個例子 高鐵 會不會發車 陳肇始 有哪個能力可以問得到呢 現在講 講珠澳大橋 你知道大陸已經在走 未來七天是不收錢 是叫多些車來 其實難聽些 是做一個特快的渠道來香港 如果有武漢人 最好就經過那個又不用錢又快的渠道來 原來香港是完全停不了的 是陳凡都停不了 大陸喜歡免收費 說來就來 那這個當然要特首去做 當然現在特首躲在瑞士 我不知道他回來沒有 還在講他不辭職 在講風涼話 他是不負責任 但是根據政府的要求 根據法例 他是需要這樣做 這是第一 第二點呢 我們是要求政府是要確保所有 來自武漢的航班和高鐵停的 剛才港鐵的答覆是令我們失望的 即是說政府 是坐了在那裡 高鐵的列車他來不來 他是不知道的 港鐵都不知道 他那班車來到的時候 他就張開口 原來來了 我們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第三 我們要求是所有的邊境口岸 都有一個特別的通道和檢疫站 大家都不用再詳細解釋 現在超過幾十個的省市 包括北京、上海、廣州、深圳 很多城市都有 所以其實已經不是武漢 就算武漢停也沒有用 所有的邊境口岸都有檢疫站 還有我們要求說很多次 但我們都不厭其煩說多次 請所有的邊境都要有健康申報表 這個是最起碼的條件 大家看得到 由於沒有健康申報表 明知道這個旅客 武漢來的遊客 是坐高鐵來 政府都找不到他 是要賣廣告 叫人家自己打電話 去政府那裏自己投案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失笑的 如果有健康申報表 我們鼓勵那些人講真話 或者有人講過 是有沒有一些佛質 如果他亂寫 但怎樣都好 這個健康申報表是可以令到 我們第一時間 找到這個任何人受影響 是可以追蹤到他 如果追蹤不到的 這些隔離左右的旅客 來到香港社區那裏 接觸很多人 在社區爆發就這樣來 第五 我們要求 來自武漢市的市民 和14日內去過武漢的人 在所有的邊境 無論是海陸空的口岸 都有一個特別的通道 這個特別的通道 是要求衛生防禦中心的 所有的工作人員 是做詳細的檢疫 有需要時 可以在那個地方 是做了病毒測試 和醫學觀察的 這個其實是完全不新的一件事 其實美國已經在做了 是所有來自武漢的人 是檢疫 不檢疫是不能入境的 美國已經在做了 美國距離 中國大陸 數以千里 都會這樣做 我們的香港政府 在幾個小時的高鐵 一個小時的飛機 還在發夢 這個是離譜 以及最重要 以往做過很多演習 大家可能都想回當時的 政府的演習 就是在一些關口裏面 設立一些類似帳篷的 臨時檢疫區 如果有旅客 是真的有發燒 或者有可疑的話 他基本上是 不會離開到 那個邊境 那個檢疫區 他留在帳篷裏面 有醫護人員 看著他穿保護衣 然後在第一時間 將他的避疫 或者其他的樣本 拿去做快速測試 幾個小時內 就可以知道 他究竟是有事沒事 如果他是有事的 或者他做過 第一個階段的PCR有事 他已經去了隔離病房 而他的家人 都未離開過邊境 已經要做醫學觀察 送了去度假營 是不會好像出現 現在這麼離譜的 去尖沙咀 住原酒店 坐飛機走的一些醜聞 第六 我們聽到政府的解釋 就說 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 沒有人 政府18萬公務員 如果是特事特辦的 是請他調動其他的職員 民職的又好 紀律部隊也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些紀律部隊 只可以做特務警察去打市民 這些紀律部隊 是不懂得去關口幫忙的 既然可以用到海關 用到消防 用很多人 在那些政府說警察要出來 去打人的時候去做 為什麼現在這麼重要的事情 不是找紀律部隊 和其他的人員 去邊境那裡幫忙做檢疫 他們在那裡睡覺 第九 第七 我們要求政府正式對武漢 和可能將來其他城市 發出正式的旅遊警示 第八 我們要求 大家都聽過了 這個港珠澳大橋小型車 免費通行的做法 第九 我們要求 是停止農曆年的新春會演 澳門已經說了 停止 是終止它的年初二的煙花 我們沒有理由 是有任何的理由 有個資格 在香港 製造一個機會 令到這個情況發生 為什麼我要說這個會演 大家可能細心一想 這些會演 針對除了香港人 其實是國內遊客的 即是說這些地方 將來會吸引大量的國內遊客 去那裡 而我們明知道 國內遊客 是現在去到目前 是最大機會 是染病的人 所以我們不要再給機會 就算國內的遊客 自己傳自己 我們都不想 更加不想他傳來這個社區 第十 現在剛剛是年假 幸好 學校是停了課的 但是究竟 過了這個農曆年假期 是不是要復課呢 我希望呢 政府要想得清楚些 如果真的有任何的爆發 是不應該復課的 最後一點 我要講一講 就是封關的問題 有一些的講法呢 是需要封關 其實我們都考慮了很久 我們覺得武漢封關 是應該要做 是要做得更加仔細 而我們見到現在的情況呢 是很多個省市都出事 我們的看法 民主派議員的看法就是 如果有任何的狀況出現 只要多一個省市 或者城市有爆發的話 那個省市和那個城市 我們要求他 特區政府是停了 所有的直接的航班 高鐵 或者如果是有海路的 停了海路的船 導輪 因為這個是最直接 是有效的方法 不要等國內自己出聲 是我們出聲的 我們覺得特區政府是錯流百出 而民主派議員呢 在這個聯署信之後呢 我們將會做兩件事的 我們會去信呢 盡力安排若見呢 現在的處理特首 第二 剛才區議會 其中一些民主 一些主席都聯絡過我們 他們希望呢 我們這封信呢 是交給十八個區議會裡面 是聯署的 所以我們會將這封信呢 是交給十八個區議會的 主席 副主席和一些議員 要求聯署 然後盡快 將這些我們共同的願望呢 是拿出來 在這裏 或者我將時間交給 王碧雲 好嗎 郭家麒議員呢 代表民主派呢 講了很多關於我們的訴求 我們可以看得到呢 整個這個 我們叫做 武漢肺炎的處理事件呢 政府很明顯呢 就好像林鄭了 disconnect了 不是被動的 是離了地 很多事情呢 都是做得不足夠的 引致今時今日呢 才知道呢 就很被動地有反應 我們相當之不滿意的 尤其是呢 我們看得到呢 譬如作為衛生副架的代表 我們前線的醫護朋友 會怎麼看呢 這個我們擔心的 其實大家都看到的 處理整個呢 新的肺炎這個事件呢 其實在防疫和抗疫兩個部分是重要的 很明顯呢 這兩部分呢 政府都是呢 離了地和離了線 斷了線 在防疫上 我不重複 其實郭家琦議員 講了我們民主派議員的訴求呢 是做得非常之不理想的 所以呢 令到現在呢 是有呢 確診的人士進入了香港 雖然待會她的公佈是否真是真啊 但是都是令人呢 人心惶惶非常之不安的 在這個事件上呢 其實政府應該真的 在整個口岸檢疫裡加強 不要忘記 衛生署最有絕對的權力呢 是在公共衛生角度呢 是頒布一些力量出來呢 措施呢 是保護香港市民 不要因為呢 世界衛生組織 今天呢 還未說呢 是一個叫做呢 世界都要關注的緊急級別 才去做事 香港有自己的做法 是保養那些市民 所以防疫的工作呢 很多專家和郭家議員 講了我們的訴求呢 我不重複 但我特別要強調就是說 在抗疫呢 到底我們醫院裡面 前線的朋友呢 有沒有準備好呢 很明顯呢 這個呢 大家都覺得呢 是不滿意呢 還未準備好呢 我們剛剛呢 護士協會他們呢 做了一個調查呢 其實前線同事呢 對於一些人手啊 這個臨床一些 我們叫做 感染控制的物料啊 甚至是呢 人手調配啊 這些培訓啊 這些呢 他們覺得呢 都是未足夠 我們希望呢 其實呢 特首 如果他真的 是呢 將那個級別升級的時候呢 其實醫院那裡 我們應該考慮 你今天呢 立即呢 將香港的工營醫療系統呢 是提升到緊急級別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跟著提升的時間呢 就保障了抗疫這個措施呢 是會比較穩妥的 在這點上面呢 我們必須要留意到 就是說呢 當你是將那個級別 我們要求提升到緊急之後呢 其實很多時候這個 臨床上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活動 應該是減低 加強了所有的 在醫院裡面呢 防感染控制的保護和措施 包括就是說 N95口罩啊 PPE的這些 這些物資供應啊 甚至在職的醫護人員呢 在那個測試啊 培訓上面呢 是應該加強 當然 人手調配是很重要的 令到前線的醫護朋友呢 是有適當的一些人手 去應付現在的抗疫的情況 雖然 沒有大爆發 但是 雖然有不同的隔離 我理解呢 SARS的經驗呢 開始就是將 某一些 是確診的病人呢 集中一間醫院的 這次其實 是不是應該吸取教訓呢 不要集中一間醫院 是分散的把它去隔離呢 這個是要考慮的事情 那這些都是因為呢 在醫院管理局 如果立即將這個 應變措施提升到緊急的時候呢 就會可以做得到 另外關於前線醫護人員呢 其實大家都要休息的 有沒有好的配套 譬如說 當間的房啊 換衣的地方 可以安心和我們抗疫呢 似乎呢 我們調查反應都是說呢 醫護人員覺得呢 在醫院管理局呢 是未照顧得好的 那試問呢 如果我們抗疫裡面 前線的同事 還未覺得他呢 醫院管理局在保護著他 支持著他 他怎麼會放心 或者安心和他一起抗疫呢 那這些呢 其實應該是正視的 所以簡單這樣說呢 在防疫 政府做得差 抗疫 其實政府應該立立立立 立立立立立醫院管理局呢 做得好一點 將那個級別提升到 到緊急級別之後 還有就是說呢 是令到我們前線的醫護呢 安心 他們是有一定的支援 他可以幫忙呢 去抗疫 未來那個疫情多大 多小也好 香港都不想見到呢 我們在當年呢 十幾年前呢 是沙斯的時間呢 重複 無論是在個社區爆發 或者防控也好 甚至在醫院,大家都努力,但也有人傷亡,大家都不想見到 政府應該吸取這次教訓,不要再離地和斷線 應該趕快做好我們以上講的措施 無論香港市民也好,和前線的醫護也好 都會放心去做防疫和抗疫 最後我想說,既然大家都有個看法 在社區爆發防疫裡面,政府就說不夠人了 就說追蹤不了,口岸也做不了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早前我們在社會運動裡面 失驚無神就接到那些SMS,是由警方發出來 叫你不要去這裏,不要去那裏 為什麼有系統,為什麼今時今日,不要利用這個系統去追蹤 不利用這個系統去叫香港市民自己預防 而只會叫別人不要去,這些是有機制的 不過它不用,似乎政府這裏真是很離地 它會考慮一下特事特辦,用回這些方式 保護香港市民,保護前線醫護 讓大家一起可以齊心抗疫和防疫 好,我先說這裏 好,謝謝 馬上說 馬上說 這次武漢肺炎,其實我們在立法會裡面 其實早一兩個禮拜前 我們已經開始質疑 為什麼只有武漢有肺炎 而中國這麼多幾百個市 為什麼沒有這樣的資訊 已經質問 陳肇始局長有沒有主動去了解 當時他還說 沒有啊 沒事 現在只是武漢只有幾十宗 都不夠一個禮拜 現在突然間 為什麼會擴散到 去全國這麼多地方都有呢 昨天已經說了十三個省 今天睡醒已經發了二十二個省 這些不可能是 在三幾天之間突然間 爆出來的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 我們中國沒有吸收過 SARS那個教訓 到現在都是收收 都在蓋子裡蓋子 一直蓋子到 已經有些個案去到外國了 知道了 死了 不公開都不行了 阿習才站出來說 又說要嚴肅去處理這個防疫 當阿習一表態之後 哇 全國這麼多的省 就報出來了 不是死了兩個啊 我現在 所以這個情況是非常之可悲的 國家好像很強大 但實質心靈脆弱 連自己 國家裏面國民 有病了 有新型的疫症 都不夠膽公開去揭露 這個是非常非常之 令人遺憾的 特區政府也是非常之抵打 我們是看不到這個政府 負責保護市民健康的官員 包括食衛局局長 包括衛生署署長 甚至處理行政長官 張建宗 有沒有認真對待 這次的疫情 他們一樣是口說 我們吸收了2003年的教訓 當時SARS的教訓 我們香港死了接近300人 當中有醫護人士 有很無辜的市民 有沒有吸收的教訓 口說這次疫情非常緊張嚴重 要提高到一個很高戒備狀態 那些官員好像走來走去 又開跨部門會議 但拿出一些什麼防疫措施出來 我相信市民是不會收貨 議員都一定不收貨 講一下我自己起碼看到 是有五宗罪 特區政府 你看一看 第一 我們昨天見到 有在大陸下來的 是否懷疑 高度懷疑 應該是確診的個案 但他的家人 同行的人 又可以馬上離境 坐飛機去了宿務 那這些是否緊密接觸 又說家庭裏面可能會互相傳染 那為什麼這些人又可以自由離境呢 所以問題現在是 那些旅客 國內來的旅客 是可以自由出境 自由入境 不需要隔離 也都難以追蹤 那這個是什麼防疫政策 第一宗罪 第二 雖然我們知道呢 中國內地不在我們現在的旅遊警示 那個名單那裡 但是香港和大陸這麼接近 一早就應該檢討這個旅遊警示 為什麼不包大陸 為什麼不包大陸裡面的所有的城市 那這個也是官員的失職來的 到現在連武漢的市長都出來說 你們不要來武漢 我們都不會給武漢的人 沒有特別的原因要離開武漢 這樣的情況去到這樣的境地 我們很多人是自救的 旅行事件 我都取消了這團 你買了高鐵飛上去武漢 都可以去港鐵拿錢 但是特區政府到現在 都不肯發出警告 就算你不是正式的旅遊警示 你應該呼籲市民不要去武漢 沒有必要 你不要回大陸連這件事都不敢說 你究竟是怕得罪大陸 還是怕得罪阿習 還是怕得罪那些旅行社 旅遊業界 所以這個是不可思議的 第三宗罪 到現在為止 政府都不肯 是爭取 停止所有 往返武漢和香港的航班 包括高鐵 這個也是不可以接受的 什麼東西都是被動 完全是在國內的手上 自己完全沒有辦法 為香港人 保護香港 抵抗這個疫情 做出任何決定 爲什麽不肯停航班 停高鐵 另外一宗罪 我們見到 亦都是不能接受的 這個第四宗罪 就是到現在為止 都不肯全面落實 在所有口岸那裏 實施強制的健康新報表 只是做坐飛機來的武漢旅客 做健康新報表 其他都不做 高鐵不做 港珠澳大橋我相信都不做 所有的直通巴都不會做 什麼都不做 這是什麼政府 你還告訴我 你提高高度戒備 這個是完全不可以接受 陳漢儀講的講法 就是考慮到不同口岸的操作性 你的口岸不是要來這樣操作的 在防疫的時候 原來是不可以 是做到叫人填一張表都不行 你放張表上去雲端那裏 為什麼會操作不了 如果這個政府 連做一點點都做不了 你會收檔 你已經集體總辭了 這個政府 另外一個我們覺得 也是完全絕對不可以接受 就是昨天公佈了 國家為了慶祝新年 送大禮給全國市民 所有的大橋免收費 從星期五開始 連續七天 七座位以下的客戶車 是免費 是經港豬澳大橋可以來香港 你又鼓勵一些人流 我們現在是要減少人流 減少疫情的擴散 你還現在這個時候開綠燈 你正常的情況過年 你做這些可能為及市民的 大哥現在你不要靠我害 大哥 因為深圳有時 珠海都可以有時 澳門已經出事 你還鼓勵一些人 免費過橋下來香港 接著你又說 口岸那裏操作不了 填不了表 那你是不是快些 整死香港呢 所以民主黨是嚴厲譴責 特區政府這班廢官容官 他們應該出來問責下台 你搞不定 你就快些走 我們找一些有臨的官員出來 保護我們香港市民 在未有一些官員能夠保護到大家的時候 民主黨呼籲大家自己保護自己 不要回大陸 不要過大海 不要過去澳門 不要回大陸 我覺得一定要保護大家 自己救自己 各位 較早前政府就跟我們說 他說會嚴陣以待 做些甚麼出來呢 就只要大家提高警覺 任何事沒有實際的具體內容告訴我們 那最後結果 這個嚴陣以待 對香港市民來講 做成甚麼出來呢 做成了今天 香港市民就是大恐慌 為甚麼我覺得是大恐慌呢 因為大家見到 市民呢 就是去搶購這個口罩 昨天有報導 本來一元的口罩 其實提升到五元 甚至乎 可能是不止這個價錢 還有一件事 令市民更加擔心的 就是說 就算用五元 是不是究竟買到這個口罩呢 甚至乎 也都是可不可以買到一個安全的口罩呢 這個大家是誠意的 但是 我們特區政府 沒有給我們信心 沒有告訴我們 當我們防疫的時候 只要我們戴口罩 但怎樣確保了我們香港市民 能夠有一個安全 又買到的口罩 來使用呢 這個是我擔心的 我覺得 剛才我呢 很多同事說了 在口岸的檢疫 防疫那裡呢 當年做得不理想 但是 就算在城市裡面 究竟是做些甚麼出來呢 我都很擔心 因為 沙士的經驗告訴大家 就要全面清潔 全面消毒 以至於市民呢 是要出入 是要戴口罩 這個是當時 基本上做的功夫來的 但是今天 有沒有做到呢 到現在 還未曾見到政府 說要全面 在香港市裡面呢 做一個全面消毒 這個工作 而在口罩那邊提供呢 又沒有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聽 確保得到 這個口罩呢 是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要足夠一個貨源 足夠一個安全的檢驗 是大家戴上去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沒有做些事 所以我覺得呢 就是 在一個問題上 政府 你如果真的要令到我們安心的話 除了剛才我們這麼多的 議員所說的措施要做之外 你更加要做好內部 城市裡面一些的措施 安我們心 現在市民那邊呢 就是大家很擔心呢 就是 除了外來的染疫 就是那個的散播之外 我們究竟 本身自己的防禦工作 做得夠不夠的 所以我希望呢 我呼籲呢 就是政府現在 你告訴我們 究竟 我們怎樣能夠做更加 做好些內部的那個 防禦和檢疫 能不能提供得到 我們的安全 和足夠的 預防的措施 的設施 包括口罩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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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謝謝 您 謝謝 謝謝 您 您 謝謝 您 謝謝 您 謝謝 謝謝 您 謝謝 您 謝謝 謝謝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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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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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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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您 謝謝 您 您 謝謝 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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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謝謝 您 謝謝 謝謝 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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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謝謝 謝謝 您 謝謝 謝謝 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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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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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謝謝 您 謝謝 謝謝 您 謝謝 謝謝 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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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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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香港的官員 不掃除這些奴才式的官僚心態 不憑他們的良心 不憑他們的專業 去到行善做決定的話 我們今次香港面對疫情是非常嚴峻 謝謝 請問一下 好 好 謝謝各位同事 大家有些問題想問 想問一下 關於你們封關 或者必要的時候 中疫情的城市都要封 就是主要內地為主 但是香港和內地始終的交往很頻繁 真的有人穿梭兩地做事 如果真的去到廣州、深圳這些郵液程 如果都封關 或者要封一些財務鐵 那個實際操作 會不會有些困難 就是你們有沒有留下 那個能力封關的事件 應該怎樣 我們很小心的 所以我們在 你見我們寫出的聲明裡面 說 我們都沒有用到封關那個字 因為事實上 是做這些所有的停止直行的班次 或者是包括高鐵、鐵路 它有一個目的 那個目的就是防止疫症擴散 如果你試想一下 武漢一個星期前 兩個星期前 已經做這個停止對外的交通 今天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貴州 二十幾個省市 情況有沒有那麼差 日本、韓國、泰國、美國、台灣 有沒有那麼差 就是當時 我們沒有真正的數據 只可以信國內 但是如果國內的數字 在它最初期的評估 已經是一個高風險的病毒 它自己主動 因為沒有人停到國內的遊客 它自己在國內裡來來去去 那你怎知道 你實際上難聽些 現在的數字 很多人都有個疑問的 究竟是不是死那麼多 是不是真的只有五百多個 你現在問香港人 有很多人都不信 甚至問外國的人都不信 如果它實際的情況是差 就是它查到出來 或者我們可能相信 它根本沒有能力去檢測 所以全都出了 但是如果他們自己做多少少事情 我說中國大陸的武漢市 它都不會令到全中國都出事 同樣的道理 如果廣州、深圳、北京 是一個變成好像類似武漢的爆發 你不停它 它不只是影響香港 它是影響全中國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你如果北京出事 北京說我們繼續 什麼都沒有發生 不理它 這樣 香港一定會出事 但是我們是最遠的地方 全中國已經變成逆浮 整個國家都出事 所以我們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有根有據的 如果它自己的數字是老實的 當它看到有一個叫爆炸性的上升的時候 它自己應該主動做 但是如果它主動不做的 我們特區政府 就不可以恃子 奴才心態 等爺 又難道下一次 要等習近平再出來 他才會做這些措施 當然不需要 你試過沙士 試過這麼多禽流感 試過這次武漢肺炎 中了招 如果你看到國內有個城市 是出事的 你一定會做第一件事 就是停止它的直行 直行因為是直接出病毒 第二 我們講得很清楚 如果國內所有都實行健康申報 哪一個人在疫區 或者14天到疫區 都有一個特別的通道 那就自然擋了最大部分的疫情的擴散 其實目的是這樣 封關是一個概念 但是我們都沒有講全中國 也都沒有可能這樣做 但是我們是根據的事實 如果現在是武漢一定要這樣做 我們不排除湖北省 有多少第二個城市 或者現在整個省 但是如果它去到第二個省份 第二個主要的城市 譬如上海為例 我們做所有的事情 都不希望疫情擴散 不只是香港 現在國內 中國自己都要守住的關 你想想 世衛今天就會定的 如果世衛定了 真是一個緊急公共衛生的情況 你是不能走的 是人家停了你所有的交通 你明不明白 不是你中國政府喜歡不喜歡的 它可以利用這個條件 自己全球停了你 中國大陸去任何的直航班 喂 人家不是被動的 其他國家可以主動去這樣做的 你明明我想說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事 我們負責任 也不是全香港去封 就是全中國去封 而是在有接下來的情況 政府是一定要看著 每天都要看 如果有多個城市 第一 武漢做得不足夠 我們出了聲 第二個城市 類似武漢的情況 都要立刻停 直航的班次 還有現在做的 是完全不足夠 沒有做健康申報 沒有在關口裡面做檢疫 這個簡直是大開中門 令到香港 是很慘很慘的情況 其實我們開大門 等個病毒來的 沒有人敢做的 全世界沒有一個城市 好像香港那麼傻 被這個 就是疫症搞了幾次之後 仍然是傻瓜 傻瓜 在這打開門 等著病毒來 然後是 完全無動於衷 其實簡單來說 我們是要求特區政府 我們要求特區政府馬上實施 在海陸空 海陸空三路的入境全面管制 至於實際上怎麼做 當然我們要看現在的疫情 是如何發展 正如剛才郭醫生所說 但是入境的全面管制 是絕對有需要 也是馬上需要做 這個是無論是高鐵也好 海路也好 或者空路也好 都是馬上需要做 OK 請你解釋一下 如何發展 您可以解釋一下 您想提出 我 我 可以解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President of Wuhan has a history of visiting Wuhan in the past 14 days And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criteria that we should screen out this particular group of the visitors Or even Hong Kong people if they visited Wuhan in the past 14 days They need to have a special check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not carrying the disease to Hong Kong And this is helping u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Helping those visitors that even if they contract the disease They will be taken care of by the appropriate medical car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also to protect their family Like if they didn't know, they will go back to their home, go to their workplace And that will affect a lot of people If they take the taxi, if they take the MTR, they are spreading the disease So by doing so, by having a so-called control at the border We need to find out who is actually having the sickness, having the coronavirus And we need to help them not to come into th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And they are very useful as seen by many other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ee airports and now the five airports are doing exactly the same Those coming from Wuhan, they need to have a quarantine point They will be checked by all the staff of the CDC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well, not having a disease, not carrying the virus Before they are allowed to enter the five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ne more question You say that under necessary circumstanc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stopping trains like flights and express rails from the cities who have this outbreak Could you explain a little bit about that? Now, the situation is just like Wuhan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we don't have a crystal ball But we are anticipating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maybe to a wider magnitude If cities, other cities, including like Shanghai or Beijing or any other city or provinces Having the scale like Wuhan today What we need to do is to stop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And the best solution is to stop the direct communication If they use a flight, if they are using Webbit Railway or any other means, including the furries We stop them so that the disease will be contained, will not spread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not only for Hong Kong I think any other city in China If they are having the scale of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to the extent like Wuhan today They need to do so Because they do not want to spread the disease to other provinces and other cities And that is very responsible Now, if we allow these people to go into Hong Kong The issue is not limiting to Hong Kong Remember the first case in Hong Kong We allow them to take on a flight to Philippines So we are actually helping to spread the disease And this is unforgivable Even in the criteria used by WHO, we are actually not up to the standard We should try our very best to continue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And that is, if we know which city is having a spread, is a definite spread of the disease Like Wuhan, we need to stop them to spreading the disease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hat is very simple and important If you have to look at this point, one would only be paneled above If you have to get a plan, it would not be legal to Chaos For example, we have to do this for uns 술 식으로, health information article 都不肯做 这些所有的东西不是新的 大家还记得 其实我们签过健康申报表 你记不记得沙士之后 猪流感的时候 香港人个个都有这个回忆 我们去其他的地方旅行 都去例如日本 很多地方都签过新报表 这个其实是最有效的方法 令到政府能够分辨 哪个人是高危 哪个人是需要关注 还有万一有事的时候 找出这些紧密接触 然后保护它 所有这些东西 讲了几个星期 是政府原封不动 还有最离谱最离谱 就是去到昨天 香港已经有第一 甚至第二个个案 政府仍然不肯做 去到今天它都不肯做 怎么可以容忍 这个政府是这么离谱 这么无能 这么低能 去到已经有香港 有两个高度的疑似个案 而仍然所有东西都不做 他昨天讲完的东西 跟他在前日有什么不同 是没有不同的 所有一样 有了疫症又是一样 又是不做事 其实他是浪费时间 还有他是在危害整个香港 因为我们不想 这个病毒是散播 不想香港成为疫苗 你想想这个情况很危险的 如果香港一旦是守不住的话 我们连香港自己的人 人家都不让你去的 你明不明白 如果你做得这么差 菲律宾政府有权说 喂香港来的人 我们要当它是疫区来的了 行不行 当然行 你的政府做得这么离谱 就当你疫区了 美国当你疫区 日本当你疫区 到时我们不仅是臭名远播 还要连累我们的香港人 原本有一个自由旅行的权利 都没有了 人家不用看中国政府的面色 你明不明白 日本也好 菲律宾不用看你面色 他说你是一个疫区 他就不让你去又可以 要做检疫又可以 我们不想去到那个田地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事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特区政府无能 言误抗疫 其实林郑去瑞士之前呢 是出席过陈兆史搞的记者会的 她就说你们不用担心 就是不要说怕不够钱 就是不去全力去抗疫 但是你看一下 跟着官员现在做的 所有的手法呢 其实不是没钱 也都不是在所有的关口那里 操作不了的 你纯粹叫人填健康申报书 有几困难啊 那如果不是没有能力做 又不是没有资源做 其实没有的是什么呢 就是Guds 就是没有Guds 就是没有一个胆息 你够胆去做一些帮到香港人的决定 你连旅游警示 你都不敢发出 人家问你为什么高铁的旅客 不用填健康申报表 你就左望望右望望 说会等世卫 等世卫会不会发出旅游警告 那你说这个政府 没有的是什么 就是没有的就是Guds 为什么要等世卫啊 因为如果世卫很明确的说了之后呢 他就不关我事啊 不是我小官得罪你大陆啊 是世卫都这么说啊 那你就借世卫呢 才来勇敢做决定 那你死得了 这个政府 我们指望你保护我们 世卫在这么远 你就在香港 就在中国的南大门 你自己都不能够了解到疫情 做到一个独立的判断 是站在香港人的利益角度 去保护香港市民 这些官员已经是一个失职的官员 所以我呼吁特区政府 快点回头试案 如果你是真的想为香港人服务 你应该要承担责任 做好你的专业的判断 而不是左又怕右又怕 又怕得罪大陆 又怕得罪这个那个 唯一不怕就是得罪香港市民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那个状况 所以是非常之不堪的 现在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再说了 民主党是呼吁大家 不要回大陆 不要去武汉 千万不要去 这个是我们自己保护自己的方法 当然我们也很希望 政府立刻是拿一个决定 因为我们知道已经是有些航班 现在在武汉来香港了 到了 然后一点多呢 又有武汉来的高铁列车 会来到香港了 来着呢 来着呢 你可不可以做一个决定啊 陈肖始 陈汉仪 你可不可以告诉香港人听 现在抵港的这些列车 所有的旅客都要填强制健康申报啊 你敢做这个决定 我少骂你两句 香港人可能觉得你都没那么坏 如果你这件事都不做 你都是激起民愤 我相信会有市民走去高铁站那里 是会去抗议的 所以我们已经给了时间政府 你拖到最后这一秒 你现在如果你都不做的话 中门大开 我觉得你是对不起香港市民 请问一下 其实你的评价高度 怀疑的过往确诊有什么分别 这个在医学上它要这样做的 因为它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PCR的快速测试 第二个就是基因排序 医学上我们要做了第二个阶段 就是基因的排序才可以确诊 不过通常在我们以往的记录里面 如果做第一部分就是PCR的阳性的话 它绝大多数 我不可以说因为这个新型的病毒 在以往来说 是99以上 99%是重的 不过在医学上 在科学上 我们习惯了要做第二阶段 即是说基因排序 确诊了图谱是对 是完全一样才这样做 这个是负责任的做法 OK 现在其实有两宗高度怀疑个案 昨天有一宗是经由高铁来港 但秦淑子就说 因为是高铁人状 他主动没有参数 那就认为现在的机制是有效 和证据机制都是贴责 其实你们有些什么互证 就是会不会担心 运行的机制是隐蔽香港市民的地方 第一就很清楚 你看到第二个个案 那位是没有发烧的病人 香港人去了武汉回来 以往的记录 就算沙士和中东呼吸症候群 都有很少数的百分比是没有发烧的 但是现在是一个新型病毒 我们不知道 有多少个人是没有发烧 都会带病毒 而这个是实在的 因为中东呼吸症候群做了很多研究 有很多医护人员是带了病毒 完全没有症状 但是问题是他完全没有症状 他来到香港他带了病毒 他可以散了下去 譬如老人家 一个是那个免疫系统出事的人 或者传了一个叫做高度 就是超级薄菌者就出事了 所以没有人是 只是会依赖体温测试的 没有人敢做的 这个是 不合水平 在医学上是不合水平 那是其中一个因素 你去做 就是你一定要做 你不做是不行 但是不足够的 为什么要健康申报 和我们说要在边境检疫 就是你要密释这些人 在武汉来的 或者去过武汉十四天 你要主动出来 如果他当时 譬如举个例子 如果他有做这件事 第二个旅客 他有说少少 有医护人员说 我有少少生气 我有点不舒服 我说不到什么事 但我是有不舒服 他其实当一刻 已经有医生看他 你明白 和如果那个卫生防疫中心 他那个 那个 条件不是那么狹窄的话 他说总之去过武汉 我们就要做检疫的话 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他昨天说 只是发烧呢 就是令我感觉 他是不是一个医护人员 你明白 那些是一个普通市民 才说了出这件事 但是很可惜 昨天站在那里 两个医生 一个护理学教授 其实我们都很尊重这些人 但是他们那个水平 那个专业水平 对不起 是不合格的 他们是政治行先 专业行后 所以 陳肇始讲的那些是废话来的 因为是政府自己说 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 是可以有十四天 这么长的潜伏期的 就是说你开始感染了这个病毒 你可能头几天 你都没有发烧的 没有很明显的症状 但是接着可能慢慢就来了 所以如果你过关的时候 已经感染了 但是你又没有发烧 那你又不用那些旅客 填健康新报表 那你的红外线探测器体温 是检查不到它有发烧的 那这些人 带菌者就已经进来 然后在十四天内 它就在爆了 其他人也不知道它是带菌 那你想找回它也很艰难 那你又做不到追踪 又做不到隔离 那你的防疫系统 就已经完全失败了 所以这些废官 那为什么不要骂呢 真是 骂到它都还没醒 那班车快到了 我再说一次 陈兆史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冷静 是叫那些国内来的 出入境的 全部入境的时候 要填强制的健康新报表 因为它只是 你捉发烧 未发烧的那些 你已经捉不到 那怎么办呢 我希望它是快些悔改 它不要再找这些 谎言废话来 来欺骗我们的市民 03年的SARS 当时为了一个政治的原因 不敢激怒大陆 所以我们没有承认有疫症 将当时的香港是大门 中门大开 令到香港死了299个人 给了沉重的代价 不过很可惜 今天 2020年的1月 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 是在重复了03年的 一模一样的轨迹 没有承认这个疫情的严重 是怕得罪中国大陆政府 是不敢做应该要做的防疫措施 然后是一直 要香港人去捱这个疫症的 最后的影响 这个是绝对不负责任 林郑政府 由她去到陈兆史 去到陈汉仪 去到陈汉仪 或者所有负责的官员 如果在这件事里面 令到香港有一个沉重的打击和代价 他们的负责任是永远使不掉 我们是谴责这种官僚 是用一个纯粹奴才的心态 但是怕得罪大陆而不敢做事 这个最终是令香港受苦 我希望政府不要常常说 是高度关注、延尽以待 但是坐在那里就不做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政府这次给我们看 就说得很厉害的 但是问题在实际的行动里面来说 就是真的交不了货给我们 刚才除了口岸的防疫之外 那个检测的问题是防止 我们做不好之外 其实在内部里面的运作里面 都没有告诉我们 他将会怎样做的 到现在大家想想想 就是在里面 我们香港城市里面来说 他做什么的预防呢 没有的 是交白卷的 就是我觉得 我不希望政府 好像以前沙士那样 大事化小事 小事化没有事 是将它掩盖这件事 这个疫情 反而反过来 就算我们没有疑似个案都好 你都要慎重去处理这件事 这才是一个恰当的做法 因为大家知道 疫情的转化 不是我们所控制得到的 它不知道发生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疏忽 或者是疏漏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今次看到的现象就是这样 就是国内的发展 是不断地爆出来 去到其他国家都是 就是由出入口那里 检判得不好 所以我们香港不能够落后于人 现在就是落后于人 所以这件事 令到我们市民人心惶惶 现在来说 所以刚才我说 那些人抢购口罩 是自己救自己 要买口罩救自己 但是政府又怎样呢 对于这些口罩那里 怎样能够可以确保到 我们有一个足够货源 都没有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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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翻身给我们用 也有的 就是这本传闻呢 你一定要澄清 你一定要给我们的信心 这件事来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林郑说 我们足够的钱的话 处理这个问题就是 我很贊成的一件事就是 你免费为我们市民 去派一派这个口罩 不然的话 就是很多市民 基层市民 是负担不起的 那该怎么办呢 是什么样来说 现在有些说论是说 或者有些个案 他根本不是如实去健康申报 那这些情况有什么点处 还有还有没有其他措施可以认读 他怎样说 不是如实去健康申报 以前都有人说过 健康申报表 本身应该有一个 但是现在已经太迟了 就是说 是法例上规定 他要尽力去做 如果他是没有尽力去做的 有罚则 在外国都有 就是如果你入国外国境 你知道呢 你写那张健康申报 如果你有 是故意去隐瞒 你可能受罚 这个第一 第二 健康申报呢 其实你想想一想 如果教育得好的话 就不是去防止 就是不是靠害他的 健康申报是保障他的健康 因为如果有事在他隔离 那个班车 或者那个飞机航班出事的话 这个健康申报表 是救他的那条命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失望 就是由沙士到现在十几年 政府都没有落力去做好一些 足够的教育 令到香港人或者旅客 知道这个健康申报不是靠他 而是帮助他和他家人 不会再一步受损的 最后一句呢 我就想引管日教授说 管日教授都说过一件事 他自己观察这个疫情呢 是沙士那个情况的十倍 就是这个是个学者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继续问他 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些这样的观察 看到呢 今次的疫情 那种的情况呢 是一点都不可以轻视 我举一个例子 200沙士爆发的时候 他开始是2002年的11月 去到2003年的2月尾 在香港开始就全面爆发 今次这个疫情是12月尾 12月12日开始 去到1月多少少的时候 已经全面爆发 如果你用这个数字看 这个疫情的情况 它的伤害 它的传播力的震撼力 大过沙士 讲完 OK 谢谢